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由此也可见,古代民族部落之间的一些斗争 但是可能是《山海经》涉及太广的缘故 在古代,很多人都将它看作是无凭无据的天马行空之作 关于如何归类这部《山海经》 古代的史学家各执一词 始终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 再后来,《正统史书随书》将《山海经》归到了地理一列 但是,《清长年经》的《思库全书》 却只是将它当作小说 至于《山海经》的作者究竟是谁 学术界更是众说分云 乃至成为了一个争论不休的谜案 按照东汉学者刘相王冲的观点 《山海经》的作者应该是夏朝的开国君主大禹 和他的大臣伯仪 但是,这个说法却有一个致命的漏洞 那就是,书中明明记载着很多发生在大禹死后的事情 如果说作者是大禹 那么,大禹岂不是死而复生了吗 因此,虽然汉朝的学者给出了答案 但仍然有不少人持怀疑态度 隋朝的炎之推是此说的坚定支持者 但即使是他,也不得不强行地解释道 有些章节是后人加上去的 并不是作者自己写的 但是,他的解释实在是难以服众 他论此事的人不但没有认同炎之推的解释 反而搬出了更多的作者来 到了后来,坚持大禹和博仪是作者的人越来越少 各种假设纷纷出现 有说是阴阳学学者邹岩所著 也有人说是方氏所著 还有人说是汉朝的天师怡坚所著 说着说着,官方也分不清了 所幸就把作者定为了楚国人或者是巴蜀人 当代学者元科综合了各方资料 认为此处的作者不止一人 因是很多人合力中作的 但是不管是谁,他们肯定是中国人 可笑的是,这样一部土生土长的中国著作 居然还有人认为是外国人写的 法国的汉学家马伯勒就曾当众表明了一种观点 他说,《山海经》的作者受到了印度和伊朗文化的影响 这样说来,《山海经》的作者还有可能是印度人或者是伊朗人 不只是外国人,中国的学者魏旭贤也在其著作《古史研究》中 也引经据典地将《山海经》的作者定义成了印度人 1978年,中国学者苏雪林在台北出版了自己的著作《屈原与九哥》 在这本书中,他把《山海经》作者的归属递推得更远 直接推到了古巴比伦 苏雪林猜测,《山海经》原本是古巴比伦人 寄述阿拉伯半岛的著作 战国时期,波斯人来到中国,顺便把此书也带了过来 就这样,《山海经》在中国流传开来 在众说分援之时,欧洲学者也不甘寂寞 他们把《山海经》中的记载与希腊神话联系到了一块 坚持认为书中记载的怪物中有希腊神话的影子 而美国的学者则认为 《山海经》中有本国科罗拉多大峡谷的描述 因此与美国人也脱不了干系 为了找到证据,他们还像模像样的按照书中的描写路线 对美洲大陆进行了考察 据他们所说,两者之间还真的有所吻合 按照这个方向,我们中国的《山海经》 还真的要被吹成是世界名著了 不过话说回来,《山海经》之所以能够引起这么多的争论 也在某些方面说明了此处的学术价值和文化地位 可能是《山海经》涵盖的东西太多了 这才引起了各国之间人者见人,智者见智的看法